一辆车深夜冲进消防局 原本以为是司机多喝了二辆 然而下一秒 车上走下来一名全身赤裸的女孩 消防员们马上看向了别处 此刻的女孩呆滞地看着前方 没有任何反应 好像在梦游 这令众人疑惑不解 梦游的人怎么可能开车 然而队长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么多 他不能让女孩就这样赤裸着站在众人面前 于是他命令小明去拿一条毯子 同时让小亮去车里找找 看看有没有女孩的身份证件 小明很快拿着毛毯赶到 队长小心翼翼地把毛毯披在女孩身上 这时黑姐冲了上来 抱住了这名惊慌的女孩 不断安慰她 没事了 你没事了 女孩这才开始冷静下来 为了保险起见 消防员们决定再次检查一下女孩 结果依然一切正常 他们从女孩的口中得知 她一直有梦游的毛病 但是闯入消防局绝对是第一次